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頻道 我們今天又來給開箱一間新宅 今天開箱的新宅呢 這個 真的是豪宅 或者說豪宅裝的豪宅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是從毛胚做起來之外 它三間房間都有三間的衛浴設備 三套房 三出貨 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 但我們今天不介紹多個空間 我們今天就介紹旋關空間 客廳還有開放式書房 以及呢 4P 好 我們就來繼續開下去囉 首先我們現在到的是旋關區域 旋關區域其實有看到這個 很漂亮的一個旋關的端景台 有沒有 端景台很漂亮一塊 而且還有這個置物空間 可以放一些端景設備 再來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開放的 不是開放的 是有一個門店 是給自己的鞋櫃 我可以看到了 然後再來呢 我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一個場景 這場景很高 全身鏡 我在出去出門之前 我可以看我身上穿的 怎麼這樣 然後呢 看了我身上穿的 沒問題之後 不再穿鞋出門這樣 其實就是任何戴的影響 再來這邊喔 其實外面有一些大窗 所以其實大窗它就透了很多 大量的光進來 所以其實還蠻讚的 就會讓你覺得說 一切整個旋關的趨勢是 有一個環境的 那再來呢 我們就看到這場景 它其實這個是 你知道是什麼嗎 這是什麼樣的材質啊 這是什麼樣的材質 它其實它摸起來 光光畫畫 就很像油漆對不對 其實它就是一個清水索的藝術器 就是簡單來講 叫做藝術器塗料 那這個藝術器塗料 都可以有人叫它清水索也可以 因為它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東西 廣泛的名字 叫藝術器塗料 好那你知道這邊還有一個空間嗎 對啊這上橋看起來好特別喔 是不是有一個潮汐 沒錯它這邊有一個空間在 看到這邊有沒有 縫隙好像稍微大一點點對不對 現在只有大一點點的空間 跟這一塊比起來 這塊就沒有縫隙 但是它用了這些 拉拔的特工 就讓這裡顯現出 欸我好耶 沒錯它真的就是有一個空間 因為我們拍攝的關係 所以收了很多大量的東西進來 所以這是一個空間 我就不把它展示開 所以我去打扮 因為這邊很多的炸物在裡面 好 那緊接著住了水光空間之外 我就來到了這個客廳 欸客廳很厲害耶 似乎你家有這種電視來牆嗎 沒有對不對 通常有這種電視來牆 雙面的喔 跟雙面 就這邊是整支櫃 然後下方這邊是抽屜 有沒有 然後這裡是抽屜 好 然後呢 再轉過來這一側 再轉過來這一側 這邊下面又是 奇怪的空間 所以它是兩面可用的空間 上方這邊掛電視 後面就幫你站進去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了這一面牆 你有沒有覺得是很特別 對啊 它的 壁體感好像比較不一樣 而且有深淺的感覺 嗯 沒錯它有深淺的感覺 我們讓攝影機從側面照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 這個 比較出來 然後這個又退了回去 然後這一邊 又特別再出來一點 然後呢 再來我們看 以這一面為基準 它其實去做了一些退後 和前進的動作 就是那邊 又做了一些前進的動作 所以它這些大大小小的櫃子啊 從我們這個角度來看 剛剛我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前進後後對不對 從這個角度看 因為設計師他目光在這邊 像討論做出了這樣的近面和對面之後 然後讓整個層次感 加別了很多 所以 讓這整面的目座牆櫃啊 變得非常的地勁 非常的特別 而且呢 還有厲害的是什麼 它有一個 這個 壁爐 這個壁爐 它是真的會 濃縮的喔 而且我有試過 它其實很快 宿軟讓整個特定區域 全部都很濃縮 那它正方的效果 我們可以這樣子做微調 就是當你今天在晚上 很暗的時候 比如說在看微片的時候 那樣子的片的時候 可能就會很幫助這樣的一個效果成長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 整片的目座牆 還有整片的這個電視牆 剛剛沒有介紹完畢的是什麼 它是用整片打鈴去做的 就是說外條包 或是打鈴內部的氣勾 當然是目座去做的 因為它的導圓其實很漂亮喔 這個導圓 然後下方呢 再加上我們的 肚泰的技術 然後下方呢 再加上我們木座的木皮 天然木皮 三種的牌子 別加在一起 再配合很多大電視 還有這個DMW的這個印象 其實整個效果 這個 視覺效果非常讚 再來我們看到這裡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神力沙連喔 有人加吉利連 人加神力沙連 為什麼 我來給大家知道 它其實可以這樣子跳過 讓我們看到 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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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欸 光線美了耶 現在外面是大太陽喔 我想讓光進來 讓它光進來 那我想要讓它在另外一面 欸 光線就美了耶 是不是 它其實啊 可以讓我們得到 大量的光源的進來 那也可以讓我們光源去做 然後長起來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的光源就會很漂亮的 才進來到室內空間 那這個沙發有沒有 很舒適很特別耶 你看 看起來其實體力效果不知道 但是比我做下來 你看 我就可以做一個人 所以做一個人 兩個 三個四個人 可以做到五個人 四個人到五六個人 我覺得沒有問題 再來變成一個什麼 原型的旋轉沙發 然後旋轉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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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玩耶 很拉門 小時候有沒有 各位在那邊玩玩 有沒有 我這邊拉過來 咦 我又出現了 對不對 欸 我出來了 欸 我又進來了 對不對 欸 就是 再開過來 再開過來 所以這整體設計 是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 零多清楚應用的 不管是你要從樓邊進來 五邊出去 五邊進來 樓邊出去 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 書房 這是一個通常式書房 就是說我可以在這裡啊 辦公 或是我在這裡訂閱 或是我在這裡呢 可以跟家人有一個 互動的效果 那 至於你會想到說 那我如果要專心怎麼辦 放心 這間好宅呢 還有一個平板式的書房 它有一個 整片牆的 然後有門關起來的 可以讓你安安靜靜的在裡面 meeting 開一個線上回憶 好 後面呢 這就是一般的 我們主謂的櫃子 那當然這上面也是 是清水膜 然後也是一屬氣塗料 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區域呢 它是往哪裡 知道嗎 這是往哪裡呢 有沒有看到外面有個很漂亮的view 對啊 而且這扇門好特別喔 對 這扇門非常特別 這扇門它是屬於 夾紗玻璃盒 夾紗玻璃 所以就是說 它裡面夾了一個金屬紗在裡面 金色的金色紗 應該這樣講 比較合理的比較正確 所以它 就感覺 然後你 透金透金的感覺 其實它不用過多的線條去 去點綴它 就可以點綴它的歸期了 來 我們轉過來看 打開來看 你看到一些比較偏物品 比較重的顏色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是什麼 這也是哪裡呢 就是否定 沒錯 我們服務主其實有一個 很虔誠的性感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有了一個很剛的空間之後 我們就去這些東西 走去啊 然後走的一些 相關的物品 擺設進來之後 其實就非常有氛圍耶 而且其實 整個風水啊 其實非常讚 這都一定是有看過風水的 只是說 每個人依樣的風水的層面不一樣 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是 這邊的真的是 角度看風水超級讚 有沒有 這邊也是一樣 有一些簡單的木座櫃 一些簡單的木座在這邊點綿的 我想整個空間感看起來 這個佛廳 就讓你覺得說 我竟然就是要一個很虔誠的心 然後安安靜靜的在便利 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的客廳 以及我們的 還有我們這一塊 叫做佛廳 佛堂的位子 那這是我們 還有玄關 從正後面 剛剛這一塊的正後方 它就是玄關了喔 那其實這個空間非常棒 後面呢我們還會介紹什麼 我們還會介紹說 餐廳啊 廚房啊 三間主臥房喔 而且廚房還有電動門耶 天啊 廚房電動門 那是什麼樣的事件 那是什麼樣的情況啊 對不對 家裡竟然有電動門耶 好讚耶 那我們就繼續欣賞 回老師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回老師的頻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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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